大夥一起开心欢畅 从美妙的热音中 认识不同的一国文化 万南乡立图书馆 近期开放暑期课程报名 其中结合社区开发的新住民主题 系列课程备受瞩目 今年万南乡多了许多新住民姐妹 为了达到族群共融目标 万南乡图与社区结合 集结新住民朋友 邀请他们一同研议课程 投入规划授课及参与 关于这个我们新住民的相关的活动 我们是真的是秉持这个 我们宝岛海纳百川 才能够因之而浩瀚 所以说我们新住民新助力 我们有建于现在 我们的新住民朋友越来越多 参与我们台湾的共同的成长 所以我们相公所特别注重 我们这些飘洋过海来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 甚至是健康 还有等等方方面面的相关的一种情形 透过讲座文化交流 热力活动等与异国文化结合 彼此交流 不仅仍让更多乡亲朋友了解异国文化 也能帮助新住民姐妹更深入在地 也能感受到在地居民给予的关怀 我们的图书馆的各方面的就俄罗斯也好 我们的东非 我们的越南 泰国 印尼各方面的风土民情的一些的 人文故事或者是生活习性的课程的一个开办 让我们这些新住民的朋友们感受到台湾也有重视到他们 甚至作为一个美和的一个平台 把我们台湾的文化跟各国的文化做一个益中求同 让他们在美丽的台湾也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新助力 公所强调透过打造乡土成为美和平台 让远从国外来到台湾屏东的新住民姐妹不会感到孤单 而是能主动亲近社区 接触人群 一起透过文化共融 让彼此的心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记者不会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